我们在第三节回来,我都知道二德台仰也来了 大家好 刚才说过一下梁天琦 现在我们是说另一个特别人士 没有钱弄标签,但是有钱去弄好一块面 标签说没有钱,用手做,但原来钱花了去弄好一块面 还有互发抗共 真是厉害,他不是律师 他不是律师的法律 他不是互发抗共,他用了三千多分 究竟他是不是有这个买广告 好像是直入广告,哪个互发 我不知道他整法 尖东那里整法 就是这个九西 代表泛民家候选人,不过败选那个高票落败的 姚重严教授 我先说我自己 他这些什么 没有钱买BANNER 但是要找大笔钱去弄一下护法 弄一下头发 那些东西,令我想起一个人 就是当年陈方安生陈四万 所有人为了他 他游行,他竟然说我约他人出发 那种情况很近似 看到有人追着他骂 这样 第一个反应,又是头发 头发是很重要的 对一个有意从政的人 所以我们之前有台有卖洗头水 但现在有台也有卖洗头水 那种洗头水很好 我不是在这里帮他卖广告 但真的是对头发的帮助 减少脱头发的 真的有效 那个JW洗头水 其实可以介绍给姚重严 不用这么贵 JW洗头水足几岁 姚重严整个多少钱 三千多 可以买整双JW洗头水 平时一条烦恼师一元 三千烦恼师 所以要收三千 可以这么计 不过这个人 我觉得之前是一元租地 现在可以租三千块地 整个头 整个头值三千块地 可以租三千块地 一元租地 对不对 大地主 这些人跟你说基层 这些人跟你说基层 跟王国卿说五餐 几多罐五餐肉就一样这么荒谬 他也不吃五餐肉 王国卿这些这么有钱的人 大鱼大肉的 对不对 就像姚重严那样 一元租地 但你摔个法也三千 他租法 他租法吗?不是 摔法吗? 不是摔法 是租法 他租法有头发 不是摔法 剪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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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剪头发 这个方向报 就是马山的报纸 不用说方向报 东方日报就说他剪头发 大家想想 他要筹两皮 整个ICAC 他剪了七次头发 两万一已经有个人 民间ICAC 其实 什么道理呢? 其实我的理论就是 他达到长毛这么长 不摔头发 就可以有民间ICAC 是吧? 变成一个新长毛出来 等我再说 他说民间ICAC是废话的 我们搞个盲向ICAC 总之你要我们去查 发个PM 我们去查 因为我们在海外 但是我们有香港的朋友 很多人爆料是爆给我们 为什么呢? 就像之前梁继昌那件事 他爆料给我们听 因为我们没有利益冲突的嘛 虽然我们有朋友在香港 是吧? 就是梁继昌上次 诽谤689那件事 他肯定是诽谤的 这个人还弄了几条片出来 不过下一次才说他 我们很多朋友 都是找我们出口转内销 是啊 因为我们全部都 要捉我们吗? 很难的 那我们不会 除了有一件事 我们就不会说的 就是东方日报的坏话 因为东方是无缘忽戒的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的 我们一定是支持东方日报 马先生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就是我是不 就是 他今次查到这个 姚重研 三千元剪个法 其实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应该可以惊醒一帮黄尸之子 嗯 你可能不吃饭 一个星期不吃饭 省了些钱拿去捐给姚重研 捐给他 你省了的钱 他整个头都不够 是 他整个面要多少钱啊? 珍BC 你是不是听着呢? 珍BC 他有没有说他整面多少钱啊? 没有的 他没有说 但只是把头发就三千元了 好那整面可能更贵啊 那真是糟糕了 所以不是没有钱 所以不是没有钱 所以不是没有钱弄盘 要收获 好像是梁耀忠那样 喂我也这么说啦 那 有些人来搞搞阵啊 他说 那我现在私人银子 不可以弄我的头吗? 哦那私人银子也可以弄个民间ICAC的 为什么你不拿私人银子 如果这么重要的话 就是如果你说民间ICAC 那么重要 为什么你不拿私人银子出来 立即搞民间ICAC 现在我们立即搞那个盲向ICAC 我们不收钱啊 我们两元都可以啦 我们自己搞了啦 你们有东西就报料给我们 盲向ICAC 绝对是独立的 等一下开 其实说到这么伟大 最后 原来你自己 自己的东西就 这么紧张 3000人 就是3000人 差不多 喂大哥 500元澳币啊 真是不知道怎么弄 而且他剪走和没有剪差不多 为什么 3000元去剪刀也行啦 3000元 不用剪头发吧 连剪刀也剪掉也行啦 就是做手术啦 下面那里都破坏了剪刀 都是3000元左右 这么糟糕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他说剪刀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个朋友很喜欢去剪剪的嘛 剪到周身性病 然后医生叫他剪 医生也是收他600元澳币而已嘛 做手术 是啊 真的 3000元 三千元 剪刀也行 这样 糟了 不会回答你 剪过这样的贵头 人家贵头也会占到啦 一元一间公屋的话 就是3000间公屋啦 他不是叫政府 一元租出来嘛 什么一元租地 那就是3000间公屋啦 三千块地啊 一元租地 整个香港租回来了 香港 洗个头 就这样香港独立的啦 这傢伙也是废的 很无谓啦 你剪过头3000元 我看以前的报道就是 李嘉诚也是找上海铺剪头发的 李嘉诚也是 几十元的 首富都用几十元去剪发的 你一个教授用3000元 他教授月入也十皮啦 那3000元也不是钱啦 对他们来说 不是啊 李嘉诚可能一秒就十皮啦 哇哈哈哈哈 就是不适合啊 你明白吗 真的不适合啊 他们那帮人 做的事 就是这帮人 这样的人 自说啊 还说什么 真是救到 那些穷人 他自己也变穷啦 3000元剪头 是吧 那是 那他高手人嘛 你记不记得有人叫他成熟一点啊 那单 那单冷气机 叫他成熟一点啊 那些 什么冷气机啊 就是那些 消委会那单 那些 就是人家 消委会不是说那些冷气机 其实 要独立嘛 是呀 消委会已经是独立机构来的 然后你 他说 他说成熟一点啊 好心理 哦你什么都不信就成熟 那OK啦 没所谓的 你没所谓啦 成熟一点啊 我不是成熟一点啊 不要紧了 你怎么说呢 都是那些人听到他们不想听到的东西 就来到我们的窝窝窝阵了 又说我们不成熟 说回原由先 就是消委会出了那份报告 就说 日本的牌子 就 就没有他说得那么好的 相比其他牌子来说 那很多时候他也是最贵的 消委会出了那份报告 然后就有个网友留言 就骂我们 骂我们成熟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要成熟一点 他不信消委会 他就说消委会也很信的 消委会也很信的 那没办法的 你要什么都不信的 那你可以什么都不信 你还要信你自己那一套 你可以不信现实的 现实就是 你不去赚钱就没有饭开 那你可以信第二套 不要紧的 没所谓的 我不介意的 说真的 黑色都有饭开的 那又让你说得到 不过不要紧的 我成熟一点 其实没所谓的 他这么说 没所谓的 其实你如果认为独立机构 你也不信 你也不信 ICCC也不信 其实你应该 我都不知道你可以去哪里 应该去跳海 香港也不是很适合你 其实其他地方都是这样的 一定有些独立的机构 就是什么consumer 什么春那些 consumer council那些 其他地方都是 那些是独立的 那你要不信那些人 那没办法了 那别人已经是独立的了 说明是独立的了 你不信 独立的东西都不信 那就没办法了 真的 真的没办法 那譬如 譬如今次东方日报 那些数是 姚崇严自己报出来的 那他报三千元整头 我们就没误会他 东方又没误会他 是如实报道而已 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帮他闭 说他也应该 三千元整头很少钱而已 他赚十万元 但是这个不是 一个合理用钱的方法 尤其是你说 说到整个世界这么水深火热 喂 他说到全世界 水深火热 还有香港就是绿沉 那么大事 姚崇严 是 他就说为基层发声 是呀 如果你说到这么严重 水深火热 你是不是那些钱应该 谨慎理财呢 李嘉诚也剪几十元的法 你就去剪三千元 是不是不对 喂 那些人又说什么 又说我们撑大湾区 他说做香港人 维护香港人的价值 应该向大湾区塞喽 而保诚债 香港人的价值就是 向大湾区塞喽 不然你就不是维护香港的价值 香港人有唯一一个价值是 一样的 所有人都一样的 就是先找食 先 这是唯一的一个价值 是共通 是共通 是共通价值 网斯蓝斯都是要这样东西 就是先找食 还有一个共通价值就是 大家都要上车 现在多了一样 就是大家如何上车 买楼 找食上车 是 因为你买到楼 你可以升值 你就可以找得更加多食 是 核心价值也是在找食 是 图结也是在找食 是吧 饭花 是在找食 是吧 其实他们硬要做一套 说了很多次 就是要一个意识形态 是统一了的 那你就听了他说了 还有我们向网友呼吁 如果你不听 可以不听 如果你不想听 我们说话 不用那么勉强 又叫我们改正 对不起 我们不会的 我们不会 为了取悠任何听众 去改变我们的观点 对不起 而事实上 我们的听众 越来越多 我们是 方向是对的 我现在有五个人在 其实五个人的观点 不是一模一样的 是啊 很正常啊 是啊 那帮人是 连最基本的 民主的基础都不知道 就是要尊重他人的意见 是不是 如果你连基本意见都不尊重 怎么说民主 是不是 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 我们代表民主 个个都是想拉起旗 然后大大声 告诉你 我们才是民主 跟红卫兵差不多 他们有意见都没所谓的 我们给别人留言 我们不关键留言 我们不关键留言 我给你说 不要在那里谩骂 你那些批评有点 我们会很客气地回来的 有些东西就扔下来的 简单 是啊 不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是 原来你是不过为了捧一些友台的节目 然后走过来,说你要学在友台 挑拨离间,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喜欢听友台,你就走去听,没什么所谓 你不要走过来说,家产都是友台有节目的 我们都是在友台有节目的 你说那个友台,你说友台那个生还者 监听你就听,没有阻止你 你说齐大哥,听点就听齐大哥 但我们学齐大哥,对不起不行 难点,这两个真的难点 齐大哥,身经百诫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幼稚一点,所以成熟一点 还有我想说齐大哥跟我们不同 我是土生土长,齐大哥在香港住了很多年才过去 其实我跟这个马来金都在外国 非华人地方度过了我们整个岁月 由出世到现在 其实他那一套跟我们不同 你当然说你在香港 你当然想听齐大哥,他是香港人 老实说,你就听他 不需要来挑剥离间 而且你们真的很好笑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可怜 我们说些话不适合他 其实我们是失向步 不是模仿步,是失向 他失身风的,不用理他 真的,那天你要叫我 吊齐大哥,我帮你吊了 我立刻吊他,帮你 有成胖主前招呼他一个 是 你谁走了 不是啊,他刚刚到 刚到,刚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刚刚说错了 骂些听众 骂些什么? 骂些听众 好,就 刚才我开软件 咦,你已经在录制了吗? 是的,已经在录制了 好,继续继续 那说到哪里呢? 刚才忘记了 这节差不多了 下次再说 等人回来,说一下大湾区的事 好